娘娘说了 你做得很好 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就更好了 知道了 谢谢姐姐 我会的 去吧 你这样做虽然是想撇清我 可对于凌云彻而言 她还不是一样身陷流言之中 那又怎么样 只要这个人不是姐姐 我就敢去做 这件事摆明了 就是令妃要陷害姐姐 我怎么容许她得逞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这样会害死凌云彻的 如果这么做 可以狠狠惩治令妃 那又如何 海岚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是在这宫中 人人都为自己着想 我们若不为自己想 迟早会被别人害死的 就算我们在宫中再身不由己 凌云彻也是无辜的 她曾多次救助于我 不该成为我和令妃之间的牺牲品 这外头都在传你和侍卫灵云彻的流言 你自己可知啊 皇上 臣妾都听说了 臣妾出身寒微 与灵侍卫 言是同乡自有相识 所以若说是青梅竹马 臣妾也不敢反驳 你自己倒是敢到朕的跟前 说句实话啊 求皇上明鉴啊 臣妾为宫女时 应同乡的缘故 得灵侍卫挤回照影 所以惹出了流言蜚语 臣妾为了彼此的名誉便疏远了 同乡之遗便形同陌路 就算皇上要查 臣妾也不怕 但愿皇上能查个明白 还臣妾清白 一个侍卫让你身陷流言 你愿为该如何处置是好啊 若能杀之而出流言 臣妾愿意 皇上 臣妾是您的妃子 不能以为他人而污了臣妾的清白 毁了皇上的名誉啊 好 你敢说出昔日往事 可见心中坦荡 起来吧 谢皇上 请玉妃娘娘安 您怎么来了 皇上 臣妾有要事相告 玉妃娘娘喊不得您这是做什么呀 这玉妃啊 越来越放肆了 朕怎么会让这种无知夫人入宫呢 皇上 臣妾真的有要事 是 事关皇后 请皇上见一面 罢了 李玉 皇上 让荆州发的剑来 是 玉妃娘娘 皇上请您进去 额 往后 tpc 莫婷 你先等一下 是 林夫人 您怎么来了 李公公 怎么不见林英妻 бат 林大人不当职 正在武房休息呢 臣妾 叩见皇上 你刚结了禁足 就敢擅闯养心殿 皇上 臣妾擅闯养心殿 只为恭维茗玉 不得不冒死一剑 什么恭维茗玉 这皇家的轻玉 岂如你胡言乱语吗 皇上 若不是铁证如山 臣妾怎敢舍命前来 是皇后娘娘 她与灵衣彻有私情 臣妾不敢隐瞒 确实要人证物证啊 什么人证 人证便是 灵云彻的枕边人冒歉 未求万全 臣妾已将冒歉待入宫 在外耗着了 皇上 此事事关重大 你不可听灵夫人一面致词啊 灵车何在 皇上 今儿是灵侍卫当职 只是还未到时辰 尚在武房歇息呢 奴才方才见灵夫人来了 便已派人去换灵侍卫了 你把冒茜带进来 再去闯皇后 让她来听听 喳 是吗 如今在御前当差 别扭吧 灵大人 灵大人 怎么了 您家夫人跟着岳飞娘娘进宫了 也不知道闹什么 您赶紧去看看吧 她到哪儿了 还能到哪儿 御前呗 坏了 又出事 走 坏了 妾身蒙皇上私婚 近日未曾奉召遍擅自入宫 不论皇上等下如何责罚 请受了妾身这一片的孝心 下着雪真安静啊 您见着皇上也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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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 彼此轻动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 如今开口 倒怕会伤着彼此 还是安静些的好 还是安静些的好 皇后娘娘 皇上请您前往养心殿一趟 为何 皇上正在为流烟之事 问令妃的话 玉妃带了冒欠来面胜 一口咬定 凌云彻与您有私琴 凌大人 您怎么 请 微臣凌云彻求见 进来 微臣凌云彻 叩见皇上 令妃娘娘 玉妃娘娘 来得倒是不慢哪 皇上 微臣听说 冒欠求见皇上 惊扰圣驾 微臣特意前来 向皇上请罪 冒欠 还不赶紧回去 我不回去 我还未将实情说出 玉妃带 你这么急着赶我走 是心虚了吧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皇上 是微臣不好 微臣不懂得 如何管教妻事 让冒欠 在御前无状 还请皇上恕罪 在皇上面前 你们夫妻二人 争执个没完 可见 平日不睦啊 令妃娘娘说得是 妾身的夫君不在意妾身 可惺惺惺惺的竟全是皇后娘娘一人 妾身怎能跟她和睦啊 抱歉 你别忘了 这是在御前 你绝不可以污蔑中宫 更不可以犹如皇上上厅 皇上 您万不可听冒欠胡言 俗话说得好 酒后土真言梦里化心生 若不是同床共枕 怎知道你竟如此地惺惺惺念念 连梦里也不能忘 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蜜啊 如意如意 倒真是个吉祥如意 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 放肆 皇后的闺蜜 岂是你可说的 妾身有罪 皇上 抱歉此言 自虚无有 胡言乱语 我胡言乱语 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次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一次 二十五年九月十三再一次 五年间梦一三次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这些日子 你必须认识 这个好 太业了 他的家人 可我 那种药宇 有什么 女人 不是 她 她 现方才所言 凌云彻梦义的日子有些特殊 你也都听见了 是 二十年四月二十 是景思妖王之日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是永景妖王的次日 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三 是皇上知道 荣平不能申育 申责臣妾的那一日 不知道凌云彻梦义的这些日子 只是偏巧了 还是她与皇后 真是微习于共啊 皇上 冒歉说 凌侍卫在梦中 喊的是臣妾的闺名 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今也未可知 凌云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 且忠心耿耿 那三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之 就算凌云彻在梦中 说出如意二字 臣妾想 凌云彻也是想助导皇上 随心如意 倒是冒歉 你的心思不可揣测 你为何就认定 凌云彻说的如意二字 就是本宫的闺名 皇上 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 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 妾身也是心存疑虑 不敢确实 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皇上 冒歉还有物证 我 鸣雾 激 包 摆